4月19日,推特上熱傳,哥倫比亞大學撤銷一名中國留學生的研究生錄取資格的通知書 原因是這名學生在微信上多次發布威脅言論,說要買槍轟死美國人 據瞭解,是該名學生在各大新生群裡發表了這番言論,正巧被學校的人看到 根據流傳照片,是哥倫比亞大學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做出撤銷錄取這名學生 2022年秋季被化工系錄取為研究生的通知書 通知書寫道,因為這名學生承認了他在微信上針對最近紐約市發生的不幸 多次發出暴力威脅的言論,不符合各大的政策和該校對學生的期望 不能被容忍,我們非常重視這些問題,所以我們別無選擇,只能撤銷你的錄取通知書 在網上發動這個恐怖主義的言論,危害美國社會利益 公眾利益,學校教授它的i20的邀請信 應該是很合理的一種做法 《大紀元時報》週二去信哥倫比亞大學詢問事件 校方在週三回覆表示,拒絕發表評論 沒有其他信息可以分享或討論 上個月,殺害紐約華裔移民律師李靜靜的兇嫌張曉寧,就是持留學生簽證進入美國 新唐人記者柯婷婷,紐約報導 《大紀元時報》